我是火焰,灼烧你的皮肤 我是清水,满足你的渴望 我是镇守财宝的利剑 你是我呼吸着的空气 伴着这首浓郁拉丁风情的主题曲 我们来继续读削墨西哥第二季的故事 米格尔·安赫尔·费利克斯·加拉尔多 绰号瘦子 来自墨西哥西纳罗亚州 原本是一名州立警察 后放弃了公职 和拉法昆特罗开始了种植大麻的毒品生意 起初他只是本地大佬手下的无名之辈 但菲利克斯看准时机 凭借拉法的无子大麻 在沙漠中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大麻种植园 在大城市瓜达拉哈拉站稳脚跟 收编了墨西哥联邦安全局头目阿祖 又想尽办法拉拢各地的毒销 建立起了瓜达拉哈拉集团 并且在中间人的介绍下 和哥伦比亚两大毒品集团搭上线 将麦德林和卡利的科卡因运输到美国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瓜达拉哈拉集团是个松散的利益联盟 在逐渐放弃大麻生意后转向科卡因 盈利方式主要依靠的是作为中间商赚差价 毒品的生产和运送美国之后的分销 还是牢牢控制在哥伦比亚两大集团之中 而瓜达拉哈拉集团不同于 麦德林和卡利的特殊之处 在于墨西哥国内毒品市场的广场制 广场实际上是界限森盈的势力范围 尽管菲利克斯通过各种手段 对各个广场主加以控制 但看起来这种手段的约束力 远远不及帕布罗·埃斯科瓦尔 对于手下帮派的管控 因此墨西哥独销和之前聚集的不同 是将叙事的重心偏向给了几位广场主 那么就需要厘清和回顾一下 这些瓜达拉哈拉集团的重要成员 首先是来自西纳罗亚州的头目 赫克托·帕尔玛萨拉查 第二集中加入了他妻子 瓜达卢佩的戏份 帕尔玛的主要手下有两个 一个叫做科西洛科 而另一个绰号矮子 也就是后来生振全球的大毒枭 华金·古兹曼 另一伙是控制帕华纳的广场主 他们是本杰明和拉蒙兄弟俩 这一集中 他们的姊妹艾迪娜 将会起到参谋和军师的作用 帕华纳这个广场之所以重要 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 这座墨西哥的沿海城市 与美国圣迭戈接壤 和稳重的大哥本杰明不同 这个叫做拉蒙的弟弟 可以算得上是个二愣子 形势不经过大脑 性格鲁莽毛躁 本杰明和爱迪娜 对于利益分配心生不满 西纳罗亚一伙人对他们缺乏尊重 600多公斤的货 扔在了本杰明的仓库中 却一直没有安排货车去转运 控制齐瓦瓦州 华雷斯的是老派毒贩阿克斯塔 还有飞行员阿曼多·富恩特斯 华雷斯与美国德克萨斯的 Air Pass接壤 据说这是全球犯罪率最高的城市 暴力和谋杀非常泛滥 墨西哥联盟安全局的头目阿祖 也是瓜达拉哈拉集团的重要成员 在上一集的故事中 DA探人Kiki卡玛雷娜 孜孜不倦地收集情报 终于惹恼了毒贩 甚至威胁到了菲利克斯背后的保护伞 这群野蛮的墨西哥毒枭 手段血腥残忍 绑架酷刑 甚至用电钻来折磨Kiki 最终杀害了这位DA探员 虽然墨西哥方面逮捕了两名重要人物 菲利克斯的左膀右臂 拉法和内托 但在政界和军方的保护之下 菲利克斯居然安然无恙 为了揪出杀害卡玛雷娜的真凶 美国方面秘密开吓了调查行动 代号传说 一个名叫沃尔特·布莱斯林的DA探员 登上舞台 这个人物也是上一季旁白的叙述者 第二季的故事 从一名儿科大夫德尔加多说起 这位受人尊敬 看起来神态慈祥的大夫 实际上是审讯卡玛雷娜的帮凶 DA探员沃尔特等人 在街头实施绑架 这位大夫一开始还在求饶 随后就壮击胆 要求放人 声称自己在当地人脉广泛 受到保护 这也正好不打自招 探员沃尔特的目的 就是要找出谋杀卡玛雷娜的主持者 和背后的保护伞 一开始这位大夫不肯配合 死鸭子嘴硬 但沃尔特手中有CIA提供的审讯磁带 就是这名大夫给卡玛雷娜注射药物 使其不断保持清醒 生不如死 面对强大的压力 他只好说出另外一名审讯者的名字 塞尔吉奥·瓦丁 需要说明的是 DA探员沃尔特 他们所执行的传说行动 完全是不合法的黑色任务 作为联邦探员 他办理旅游护照入境 这和哥伦比亚执法部门 联合DA行动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沃尔特与美国官员艾德的会面 包括确定绑架目标 审讯等等 都不能走落风声 要严格保密 沃尔特的这支小队 则招募了不少墨西哥人 这些队员出身复杂 有些是警察 有些人还有犯罪情科 有点像加里森赶死队的意思 被抓获的儿科兽医德尔加多 被塞进后备箱 一路敲敲北上 直接通过美墨边境的缺口 他被交给等待已久的美国警方处置 虽然不是正规法律途径 尽管问出了塞尔吉奥·瓦丁的名字 但此人是墨西哥联盟安全局的官员 如果行动中有插持 沃尔特的人被逮到 那必然会成为影响外交关系的丑闻 墨西哥警方已经把卡玛里纳被害一世结案 但美国人几乎可以确定 菲利克斯是主谋 必须要揪出犯罪链条上的所有人 特别是墨西哥政界充当保护伞的高级官员 否则根本就做不到斩草除根 而我们的主人公菲利克斯·加拉多 正在准备着自己的生日宴会 和前妻玛利亚离婚之后 她娶了年轻的老婆丹尼拉 这一季中的菲利克斯总是愁眉苦脸 随时都要点上一根烟 虽然在杀死卡玛里纳之后 她又想尽办法获得政界高层的支持 重新掌控起了瓜达拉哈拉集团 但现在她面临着非常棘手的资金问题 那就是转运可卡因的生意 让各个广场现金流很紧张 需要贿赂官员的钱缓一缓才能拿得出来 妻子送上的生日礼物提不起她的兴趣 而钱克·卢本祖鲁阿斯告诉菲利克斯 他的叔叔也就是上一季中神秘的国防部长 因故不会出席今晚的宴会 没有政府高层的现身支持 无疑会对菲利克斯的宴会失色不少 没有了保护伞 瓜达拉哈拉集团啥也不是 1985年9月19日 墨西哥城发生了8.1级地震 后续又发生了多次余震 这次地震对基础设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墨西哥政府宣称6000人死亡 而根据社区活动人士估计 死亡人数接近35000人 灾后重建不利 军队进城后没有搜寻幸存者 而是站在一旁维持治安 阻止人们抢劫 居民们没有水电可用 纷纷走上街头抗议 一系列的事件发生 让执政党革命制作党的公信力 和受灾的建筑物一样 看起来表面上损伤不大 但已经动摇了根基 资金短缺 毒品频繁被警方疾获 这些事情对于刮达拉哈拉集团 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地震 在上一季中 美女毒贩伊莎贝拉 本来希望得到地华纳广场的管辖权 最后功亏一篑 她转而来到哥伦比亚丛林中 寻求和北谷集团的合作机会 这位谢鼎大佬 是北谷集团的头目 埃娜奥 在独销第三季中 就是她干掉了卡利集团二号人物 米格尔的儿子大卫 伊莎贝拉和埃娜罗合作 见不得光 一旦走漏消息 那么刮达拉哈拉集团 麦德林和卡利 都会找他俩算账 马塔 巴列斯特略斯 红毒拉斯毒贩 他是菲利克斯 和哥伦比亚 卡利集团的中间人 在他的要求之下 菲利克斯掏出了200万美元 又没资助尼加拉瓜 反政府武装的费用 当然 菲利克斯这个钱 掏得并不痛快 通过马塔 他邀请了卡利集团的帕乔 来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 实际上是为了 催促卡利集团的钱 尽快到账 如果不能缓解现金流的紧张 他手下的那些广场主 撑不到半年 所以尽管今晚的生日宴会 本应是个喜庆的场合 对于菲利克斯来说 有非常多棘手的问题 帕乔乔坐飞机是否降落 还不得而知 几位州长的到来 让他稍微感到心安 蒂华纳和西纳罗亚 两个团伙之间 看起来已经是互相看不顺眼 西纳罗亚的头目帕尔玛 带着老婆参加 和手下碰头时 他直言不讳的说 蒂华纳的那几个人是王八蛋 菲利克斯的司机克拉维尔 向西纳罗亚这帮人打招呼 他听说帕尔玛和矮子等人 给菲利克斯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 请注意这位司机克拉维尔 看似不欺验的他 在后面的故事里 手段足够凶残 在菲利克斯举办生日宴会的同时 今晚DA探员沃尔特 准备绑架塞尔吉奥瓦丁队长 这位墨西哥的标型大汉 警惕意识很强 配备了贴身保镖以防不测 瓦丁日常乘坐的 11辆9红色轿车 还有一辆蓝色轿车为其垫后 不过剧中描述沃尔特的计划时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他们计划假装车辆故障 堵住蓝色轿车 然后拦住瓦丁的酒红色轿车 但沃尔特却拿着蓝色的玩具车 做示意 我们之前说了 这场宴会不仅是为菲利克斯庆生 更关键的是利用这个机会 各个广场主表达自己的忠心 以及向菲利克斯反映自己的诉求 比如华里斯的广场 只有福恩特斯出席 守旧的大佬阿克斯塔没有来 这样菲利克斯不太满意 并且之前新增两条跑道的事情 阿克斯塔也没有完成 显得很消极 新纳罗亚一伙人准备的神秘礼物 竟然是送来了一头老虎 让整个派对的氛围达到了高潮 老斯基·克拉维尔 也顺势和帕尔玛的老婆搭话 虽然菲利克斯觉得 老虎作为礼物并没有什么 但他的老婆丹尼拉却觉得 有些过火 这也让帕尔玛两口子看在眼里 信任和忠诚 总是在一点一滴中慢慢消耗的 本杰明单独找到菲利克斯 希望蒂华纳广场可以直接转运可卡因 而不是当作新纳罗亚的转运仓库 现金流紧张是所有广场的共同问题 但菲利克斯强硬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失望 愤怒 不满 正在逐渐的蔓延 当然 菲利克斯今晚最迫切想见到的 是来自哥伦比亚卡利集团的贵客帕乔 而当帕乔这位卡利教父现身派对时 说真的我感觉此人的气场完全盖住了菲利克斯 在他们两人的谈话之中 菲利克斯强调转运可卡因占用了大量资金 却迟迟等不到卡利集团的付款 到现在还有两亿美元没有到账 帕乔的回答是有道理的 可卡因的转移速度要远比资金回笼快得多 他的一句话扎心了 两亿美元对你来说真的很多吗 菲利克斯最大的问题是 挂达拉哈拉集团是中间商 没有定价权和销售网络 同时在运输途中被警方集货的数量超过了四成 这是盲目干掉DA探员卡玛雷娜的恶果 这对生意来说是自杀 而卡利集团与此无关 他们也不会承担相应的后果 继续按照现有的模式运营 至于想要钱还是慢慢等吧 而在探员乌尔特这边 抓捕行动还是出现了纰漏 尽管一开始还算是比较顺利 但街上有路过的行人 时机不容错过 必须强行开始行动 被前后拦住驱逐的瓦丁锁上车门 让沃尔特和同伙急得干瞪眼 虽然他们解决了瓦丁后续赶来的警卫 但躲在一旁的路人 目睹了整个绑架的过程 沃尔特又不愿伤及无辜将其灭口 只好拿走路人的证件 警告他不要乱说话 所以说这次行动远远称不上完美 沃尔特这伙人很有可能会暴龙 卡利集团不愿尽快还钱 非常强硬的谈判态度 让菲雷克斯也不愿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广场主们 他告诉手下阿祖 明天他准备出差 他心中已经有了新的计划来应对危机 如果顺利的话 哥伦比亚人必定会俯首称臣 正如编导们使用的比喻手法 各种棘手的问题 就像是庭院中的这只老虎 我们的主人公又是打的什么算盘呢 欢迎收看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张广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